标题 让我感动的一件事 大纲 引言 描述是什么事情让我感动 并引出接下来要叙述的内容 事件描述 详细描述那件让我感动的事情 包括时间 地点 人物等 感受表达 表达在经历这件事情时的感受和内心的变化 反思和启示 从这件事情中得到的启示和反思 以及对生活的积极态度 结尾 总结感动的事情给我带来的影响 表达对经历的感激和对未来的期待 完整作文 让我感动的一件事 有一次 我在学校遇到了一件让我感动至深的事情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下了一整天的雨 天气十分阴冷 放学时 我匆匆走出教室 想尽快回到温暖的家里 可当我走到校门口时 发现一个小女孩正站在那里 她身穿单薄的衣服 裹紧了身子 一副很无助的样子 我停下脑 我停下脚步 走到她身边 问她为什么不回家 原来 她的妈妈因为工作忙 忘记来接她放学了 小女孩害怕又冷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看着她无助的眼神 心里感到一阵揪心 于是我决定陪着她一起等待 直到她的妈妈来接她 我们一边等待一边聊天 我给她讲了一些有趣的故事 逗她开心 虽然天色渐暗 寒风凛冽 但我觉得内心充满了温暖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 小女孩的妈妈匆匆赶来 见到我们 她非常感激地说了谢谢 小女孩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她拉着我的手 说要请我吃冰淇淋作为谢礼 这件小事让我深受感动 我意识到 即使是一点微小的帮助 也可以给别人带来巨大的温暖 我也更加明白了友情的可贵 即使是陌生人之间也可以互相帮助 互相关心 从这件事情中 我学到了很多 我知道了关爱他人的重要性 也更加珍惜身边的人 我希望将来能够继续帮助别人 传递更多的温暖和爱心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